欢迎收听中华会在财经网站3月3号的收市广播 恒生指数今天来说乘幅上落 昨晚美股大幅反弹了1300点 带动到早段恒指高开80点后 最多升到236点 但是在大海26500点左右的水平已经见到阻力 收市来说还要倒跌到6点 26215点 成交方面有1160亿 上市股份有800多只 下市股份有800多只 先看看A股的表现 上升综合指数来说今天升了21点 报2992点 互心两市成交也有超过11000亿元的文例 市场也继续在看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 市场最新的金融消息就是 昨天美股反弹这么多 主要市场也在憧憬 在3月中联储局议息的时候有机会减息 不单止是减息这么简单 会觉得今次会减息半来这么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再加上 内地也推出很多刺激经济的一些措施 或者基建的项目 所以令市场也觉得 环球的央行或者政府来说 都要因应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推出财政和货币政策去支持经济的平稳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促成了美股的反弹 但是看到今天港股来说 完全没有什么刺激的力度 没有他 因为港股其实就跌了下来 但是跌幅来说 又不是说是十分之恐怖 因为过去来说 美股如果跌一千点的话 恒生指数可能都要千几点 甚至乎两千点 但是其实港股来说 早前的两万八到两万六 都大了两千点 所以其实波幅跌幅又不是说 太恐慌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反弹的力度来说 也都不是说 太令人满意的 那就看回个别股份表现先 腾讯就叫做带着个市 今天升了1.1% 阿部$394 阿里巴巴今天来说 就是回套回0.6% 阿部$203 暂时都是$200左右 就是看了之前 昨天就上升的小米来说 今天就是先升后会 收市到1.2% 新经济股就不错了 241阿里健康 升了8.6% 中段来说 曾经升到$16.54 收市到$15.94 最主要都是有大行 花旗看好唱好 看成目标价$20 其他新经济股都有个别的发展 平安做医生先升后回 最多是上个8.3% 收市收回76.48 升了0.79% 中安在线来说 是过近来的顶部 升了5.35.1% 那就是 昨天5G的概念 每次被股来说 今天都要回吐 通信跌回4% 到$33.4% 7.88 中国铁塔来说 昨天也是 昨天高开之后 上个2.03元 收市到$1.94 那就是 另一只是5G主持股股 经讯通信 这只继续逆市向好 相当之勤劲 升了5% 到$3.41 另外呢 那些物馆股 各别发展 物的园服务 升了1% 3319来说 今天升了3.2% 那恒指 没什么方向 暂时$26,000有支持 但上网$26,500 已经见到阻力了 相信也要看回 美股的表现 如果美股继续有反弹的话 不排除恒指数 可以再弹高一点 但始终来说 近来市场也在看 疫情在欧美 发展情况如何 始终在意大利 南韩 或者伊朗 确证数 都在继续增加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放水是否能够顶得到呢 令股市 可以继续 不再跌下去呢 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 暂时的分析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